诈骗案犯罪嫌疑人落网 照片比对竟先开一桩20年前的陈年旧案 情报民企他们现在有开发人像识别系统 那么我为何不试一下 20年前雨夜 桥边 当时闪门的危险当游户门先打开了 那个袭击人躺在那个战士心那里 作案者的行李遗留在案发现场 一张河也成为案件侦破的关键 在当年来说找人确实有一定的难度 20年后尖端技术揭开陈岸面纱 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在线 大家钟好 欢迎收看法治在线 2016年的5月份 广东省中山市神湾镇的民警 因为一起诈骗案而远赴江苏进行调查 而在这一次的调查过程中 神湾镇的民警却得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收获 时间回到2016年的5月份 广东省中山市神湾镇警方 接到辖区内居民报案 报案人称自己在网上被人骗走了53万元 根据报案人提供的线索 神湾镇公安分局随即派民警 前往江苏苏州进行调查 其实我们侦查这个案子就是 也是历经了应该有两三个月的时间吧 然后这5月份 5月份我们就在苏州把这个行人抓获了 案件调查进展的十分顺利 诈骗案的嫌疑人很快就被民警抓获 然而就在神湾镇民警 与苏州当地警方在案件侦办结束之后的一次闲聊中 苏州警方的一句话 却让神湾镇民警精神一振 随后神湾镇民警立即打电话给自己的同事 让他们把一张照片扫描之后传了过来 那么神湾镇民警所提到的这个试以下又是指什么呢 他让同事传过来的这张照片 与这个人像识别系统又有什么关系呢 当时我们从现场看 他应该是案发是一个 当年97年跟96年和96年那个时候 应该中山那个比较特殊就是厂出车 我们这方向也在这方面去侵破 所以从那个现场来看 我们知道他应该是抢劫杀人 当时抽步在看上现场抽步定下的就是抢劫杀人 后来案件发生以后我们就一直在侵破 侵破了一些东北线索 原来在20年前的1997年 在神湾镇曾经发生过一起针对出租车司机的抢劫杀人案 据民警介绍 当时在案发现场只留下了一个行李包和一张照片 而作案的犯罪嫌疑人却逃之夭夭不知所松 这次神湾镇警方所传过来的照片 证实这张照片 为的就是想通过苏州警方所提到的人像识别系统 在苏州本地数据库里 对照片上的嫌疑人进行查找比对 应该是到9月份了 他们也是反复地进行一个比对 到9月份他再反馈了一个结果给我 这次我们就认为真的是比重了 就是能看到那个照片 就根据他刚刚讲的脸上的一些特征 一些字啊 伤疤啊 都能够在相应的位置上找到对应的 从2016年的5月底开始 苏州警方先后多次将比对的结果 反馈给神湾镇警方进行筛查鉴定 反反复复的过程中 终于在9月份的这一天 当苏州警方再一次将比对的结果 发送到神湾镇公安分局的时候 神湾镇警方终于确定 苏州警方所发过来的比对结果中的这个人 正是照片上的其中一人 像那比如说脸上左边 左边那个嘴角跟那鼻梁上方 能够找到相应这个字的大小啊 形状啊都是很一致的 而且右脸有个伤疤也是能够对应的伤 但是说这些细节他人对上来 那应该就不会有错 而且在查他在这间有个抢夺的前科 那么这个人应该来讲 就是我们当时在说救他了 应该是没什么疑问了 由此这一起淹没在时间长河中 长达20年之久的杀人案 开始再一次的浮出水面 比对的结果最终得到了确认 然而为什么发生在广东省的一起命案 却要在千里之外的江苏省 进行嫌疑人的人像识别呢 20年前发生的到底是一起怎样的案件 为什么犯罪嫌疑人在案发后的20年间里 一直能够逍遥法外呢 1997年8月份的一个晚上 广东的夜空阴雨绵绵 中山市公安局神湾分局的一位巡逻民警 从珠海斗门骑摩托车回神湾 在神湾镇斗门大桥东侧引桥上 他见到一部停在路上的出租车 出租车停在路中间 一侧门打开 车上的大灯没关 引擎却熄了火 民警立刻下车查看 车上的场景让他大吃一惊 当时那个案件发生的时间 1997年8月13号晚上 当天晚上我记住就还上了小雨 当时我们有个西班的民警 路过那个斗门大桥 上车波的位置 发现了一台第一次出车车 当时那个闪门的危险灯 有个门去打开了 后来当时已经那个摩托车 已经过去了 后来重新掉个头回来看了 看到那个袭击已经躺在那个战士席那里 那个脖子上已经有很多事 巡逻民警立即将现场的情况 上报给了神湾镇公安分局 随后分局刑警大队的民警 立刻出警赶到了现场 封锁现场 搜寻线索 当时现场 看传来的时候 我们发现了一个行李包 包里面是放 包里面有那个 行李啊 衣服啊 还有很多生活用品 还有一部分的那个生活胶片 所以当时我们 从那个现场来看的话 案发时间跟淘宝时间 是很短那个时间 由于发现死者时 车上的血迹还是粘稠的 尚未凝固 据此警方判断 命案应该就发生在半小时内 此外民警还发现 往神湾方向的路面上 还留有一小串血迹 一直延伸至路边的草丛后 消失不见 随后警方立刻发动 能动用的全部警力 兵分多路守在神湾镇的 各个主要路口 连夜排查过往车辆和可疑人员 然而令人沮丧的是 民警从天黑一直守到天亮 却始终没有发现 犯罪嫌疑人的踪迹 此时负责走访的民警 带回来了目击者所提供的线索 在现场那个阶段有发展 有一个方式是往坦州 一个方式是往东门 当时我们经常发生 目击者所说的 当时有两个嫌疑员 往坦州方向走 当时因为作案的时间 比较快 所以我们当时也分了两组 就是一组去坦州 一组留在现场 以现场为中心 去想外困 然而前往坦州镇 进行走访的民警 却没有发现任何 有价值的线索 此时民警判断 嫌疑人可能已经找到了 隐秘的藏身之处 甚至有可能已经逃到了 其他更远的地方 已经无法在短时间内 抓到嫌疑人 此时民警开始将重点 放在对案发现场的勘察上 通过对案发现场的勘察 报案民警确认了被害人 郑某的身份信息 被害人郑某在案发前 从事出租车司机工作 案发当晚他在驾车行驶的路途中 被人杀害 那么是什么人 会对被害人痛下杀手呢 随后办案民警 对被害人的家属和同事 进行了走访 当时就他们提供了一个现场 就是有两个人 上了那个被害人这台车 记得两个人是什么人 他们也不清楚 因为当时他们上车的地方 没有那个监控 视频都没有 所以对我们案件的警察 确实是有很大的困难 当时 案发之前 曾经有两名乘客 搭乘被害人的车 而在案发后 这两名乘客却毫无音讯 据此警方判断 犯罪嫌疑人 很有可能就是搭乘被害人 出租车的这两名乘客 那么 这两人作案的动机又是什么呢 我们当时研判了一下 动机应该是 你说他有求 我们走大量走法的工作 也不常在报复这方面的 应该是我们往内 抢劫杀员这方面经常 因为他的手段呢 跟北的手段不一样 因为他当时 我们在现场 遗留上来的 还有一条 那个 我们经常的杠线 两头都去 绑住那个木棍 所以我们当时说 当时 他动机应该是 我们当时定性 应该是厂车上 此外 民警还在现场 发现了一个行李包 把行李包打开之后 里面的几张照片 引起了警方的注意 我们当时就 那个行李包里面 留下来 留下来 有好几张生活照 其中有一个 有一张照片 比较很明显的 一张照片里面 有两个人 头上 其中一个 在那个包里面 有好几张 是同一个人的 所以我们怀疑 当时就怀疑 照片里面 其中有一个 应该是当时的案发 那么这个行李包 会不会是被害人 本人的呢 办案民警想到 这个问题后 找到了被害人的家属 让他们进行辨证 当时案发以后 我们就把那个 照片 所有行李包 都给他家属 辨语口 他说 那个包 不是他的丈夫的 除此之外 民警还在现场 发现了一枚 带着血迹的指纹 他当时提起了一个指纹 提起了一个指纹 因为那指纹 可能是当时 他提起的 就是客观原因造成 可能是质量不太好 就是特征点不够 特征点不够的话 就不能够在我们的 自动识别系统上去找 当时现场最终的 扭架级的线索 当时包里面 还有那个 最终的线索 我们当时了解 具体也是照片 没有期待 还有那个生活用品 衣服啊 牙刷啊 毛巾之类的 具体就没有 没期待 由于案发时间 是在1997年 当时的视频监控系统 还没有像现在一样普及 所以在案发现场附近 并没有监控视频 可供办案民警调查取证 至此 所有的侦破重点 都集中在了 现场遗留的 那张并不清晰的照片 照片上 照片上是两个人的合影 均为男性 一高一矮 限于当时的技术手段 办案民警只能把这张照片 进行大量的冲洗印刷 随后张贴到 神湾镇的各个路口 对嫌疑人进行悬赏通告 并且考虑到犯罪嫌疑人 很有可能已经逃窜到外地 神湾镇公安分局 还将照片 寄发到了全国各地的派出所 然后他们好像是当时也是冲赛了 三万份的照片 也是翻拍冲赛 然后就寄出去了 寄出去了之后 陆陆细细的 又有一些派出所 当地的派出所 反馈了一些信息给我们 又给我们之后 当时那些 我们那些 当年的办案民警 就是哪里有 哪里有信息反馈 然后就出差到哪个地方去 去核实这个信息 根据其他地方派出所 反馈回来的信息 犯案民警出差到 河南 江西 湖北 湖南 等多个地方的派出所 进行核实鉴定 从案发的八月份 直到当年年底 所有的反馈信息 都被一一排除 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的突破 那难点就是当时 这个互联网啊 包括我们公安这方面的 信息化这个普及还不够 就单凭一张照片的话 在当年来说 找人确实有一定的难度 因为另外一个 我们还想到就是说 这个照片上的两个人 到底是不是松手 我们当时心里也没底 只不过是要把它找出来 所以当时的话 我们也不能够太明显地 在更大传国范围之内去找 要是结果不是这两个人 作案的话 对这两个人可能造成了一些 不好的影响 我们也考虑到了 图有照片却无名无姓 甚至于照片上的这两个人 究竟是不是真正的犯罪嫌疑人 也没有一个肯定的答案 照片有了 你现在就没搞清楚 照片里面的人是谁 是哪里人 我们也分析很久 但是当时确实是都没了解清楚 上面里面的基本情况 时间一点点的过去 犯罪嫌疑人的消息 仿佛石沉大海一般 杳无音讯 而在此期间 随着时间的推移 科技的进步 公安系统用于案件侦办的技术手段 也在大跨步的向前迈进 在中山市公安局神湾分局工作的民警 也几乎换了一场 但是他们没有因为时间的消磨 和人员的更替 而放弃对这起案件的调查 所以我们其实 我们心里也很焦急 但是我们从来没有放弃过 对这个案件的争办 所以我们行政的每一个同志 他们对这个案件 留下的一个照片这个线索 他们去到哪里 都想办法 看看能不能当地的警方 能不能有一些技术 能帮我们找到这两个人 时间很快来到了2016年 当年3月份 神湾镇发生了节目开始提到的 那起以淘宝交易为手段的诈骗案 为侦破这起诈骗案 神湾镇民警来到了江苏省苏州市 在与当地警方的饭后闲聊中 提到了人脸自动识别系统 人脸自动识别系统呢 就是去年吧 才开始有的 但是有了 一有这个系统我就试过了 就是包括我跟其他的民警都试过 就是把这个照片扫描 扫描之后把它的人脸 就是上传到我们的库里面 去自动识别 但是就是没有出现相似的人 就是说我们的库里面可能就不存在它 基本上我们省里面有的时候 我们也做了 也做了比对 但是比了 西出来了一百多个都没有 原来在此之前 神湾镇民警就已经用 人脸自动识别系统 在广东省内进行过比对 然而在比对出的一百多个疑似目标中 却没有一个最终符合照片上男子的相貌特征 在此情况下 办案美警认为 犯罪嫌疑人极有可能是来自省外的务工人员 一般来讲说 外来务工人员是去了两个地方比较多 一个是广东祖山江 另外一个就是江浙上海那一带 假如说就是我们 他不来广东 不来咱们广东这边 那他去那边留下他的一些信息的可能性也是很大的 所以说我们把辞入放在江浙那一带 长山江那一带 可能是 就是说我们 重点可能是 还是往那方面去江浙一带找这个人 而此次由于调查诈骗案的原因 神湾镇办案美警恰好来到了位于江浙一带的苏州市 再加上闲谈时提到的人脸自动识别系统 办案美警立即想到了20年前的这起凶杀案 在照片寄过来之后的三个月后 终于成功比对上了照片上这个矮个男子 因为我们是初步的 我们认为这个人就是他嘛 但是还做进一步的坚定 因为我们把这个比例的结果 就交到我们司机那边去做这个统一坚定 就是说他们可以认定这个人跟这个人就是同一个人这种坚定 与照片上的男子的相貌信息比对成功 接下来呢 就是确定照片上的男子究竟是不是销声匿迹 长达20年之久的犯罪嫌疑人 如果答案是肯定的 那么这两个人现在又身在何处 案发当时究竟是怎样的情景 案发之后 这两人又是如何脱身逃往了何处呢 这一系列的谜团等待着民警去一一解开 时隔20年之后 案件的侦破工作终于有了一个大的进展 照片上的男子究竟是不是案件真正的犯罪嫌疑人 这一切只有找到他之后进行当面讯问才能知晓答案 神湾镇公安分局民警立即部署工作 开始着手寻找照片上这名 与苏州民警提供的信息相匹配的男子 我确定是同一个人之后 马上就说组成出差 召集人手 然后再商量出差 下一步工作应该怎么做 因为确定是他 我们肯定要是查他的一些 看看通过什么方式把他抓到 就是说对他一些日常的轨迹进行一些查询 然后最后就发现这个刘某 就是笔宋的这个人 在老家那边是开了一间小型的工厂 就做那个缩料大棚的 所以说就直接去到他老家去找他 就已经进行抓捕 据民警了解 此时的刘某早已经不是当年那个外出打工谋生计的人 现在的他已经在自己的老家做起了生意 当起了老板 最终民警在刘某的老家见到了他 在神班镇办案民警表明身份后 刘某只是在愣了一下之后 就将当年的事情全部交代了出来 在跟这个对象这个交流过程中 我们同志一表明了我们是来自中山市公安局的民警 他当时这个对象认了一下 认了一下 很快我们的办案民警就攻破了他的防线 那他当时就是老家是卢氏重负 他就跟我们交代了 当年他是怎样伙同另外一个人在我们的神湾做的案 而令所有在场民警意想不到的是 犯罪嫌疑人刘某所供述出的另一名同伙 并不是照片上另外一个人 而是另有其人 那后来他公认出来的另外一个人 不是照片上跟他拍照的另外一个 是我们没有掌握的 据刘某供述 当时参与作案的另外一人是刘某的姨父 很快根据刘某提供的线索 办案民警远赴辽宁 将另外一名犯罪嫌疑人徐某抓捕归案 至此两名犯罪嫌疑人全部落网 而伴随着两名嫌疑人的落网 埋藏在办案民警心中多年的一个个谜团 也都一一有了答案 据刘某交代 案发当年他正在紧邻神湾镇的珠海市斗门区打工 后来把徐某也介绍了过来 但是仅仅过了不到一个月 徐某就因为和老板吵架而被辞退 丢掉饭碗的徐某此时身无分文 随后便萌生了一个恶毒的想法 在将被害人杀害之后 两人便开始了各自的逃亡生涯 逃亡过程中两人为了躲避警方的追捕 先是沿着山路跑到了珠海 又沿着铁路线八枚车最终逃回了老家 这一逃就是二十年 就是一直往北走 走到应该大致就有铁路的地方 看到有往北的火车拉煤的 就爬上去 爬上去行驶一段路 给人家发现又赶下来 赶下来结果又去爬 联系真的折腾了好几一趟火车 也是折腾了几天的时间 再回到他老家的安徽半部 安徽半部 然后再回到他的家里面 由于在发现被害人死亡之后 心生畏惧 他们把装有照片的行李包 落在了被害人的出租车上 而正是这张照片 成为了案件成功侦破的关键线索 二十年来 一个人的容貌会发生很大的变化 有的甚至和年轻时判若两人 但是依托先进的技术手段 一个人最稳定最重要的特征 依然能被识别出来 即便这个嫌疑人多次变换身份 甚至易容仍然可以被识别 我们欣喜地看到 现代行政技术日益发达 这也是为什么越来越多的 沉案悬案在近些年来 不断得以破解 好的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治在线 更多的新闻资讯 您还可以关注央视新闻 移动网下载地址 可以搜索央视新闻家 结束 spin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